你好 是相亲的吗 对 看你这样子年龄应该不小了 38岁了 38岁了 你结过婚吗 没结过 38岁还没结过婚啊 怎么还没结过婚 年龄都这么大了是什么问题啊 彩礼要高了 彩礼要高了 对 那你是要多少彩礼啊 要88万 88万啊 哇 你的要求一直都没变吗 变了现在 变了 不要了 现在不要了 老了嘛 咋就不要了 年龄也上来了是不是啊 在药材里就真的嫁不出去了 38岁不算老啊是吧 就是 再过几年就要绝经了 对早点嫁人然后赶紧生小孩 也是啊 那你 现在这样要求是啥也不要的话 是也是一个名字的选择啊 是吗 那你之前要求88万了 这个是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要车要房啊 哦 然后要存款 哦难怪会沦落成现在的这个大龄胜女 38岁大龄胜女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吗 你啊 啊我觉得年龄足了高了点的 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 就你这长相呢 虽然普通啊 但是也能接受 因为我也没老婆嘛 现在大龄胜女都这么惨了吗 什么这么惨啊 要嫁给这么个老光棍 你应该年龄也不小了吧 比你年轻我没有到38呢 那我感觉你好长三啊 我就35岁 感觉到58了 你会不会讲话哦 像个老光棍一样 你这个还 就是38岁啊 还能生几个小孩啊 我想一下 就一个啊 你还想生几个 生一个又一年了 确实一个 差不多一年 对 一般女人40岁到45岁期间 高龄斩妇了 不能生了 对 那你觉得可以吗 真的 怪要绝经了啊 那你现在不要求是 没有要求是真的是明智的选择啊 哎呀 不说那么多废话了 可以就可以啊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要求了 那你现在也算是着急了啊 那肯定着急啊 都38了 就是啊 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你也愿意嫁是吧 哎呀 没办法 你看啊 也没有房没有车的哦 你怎么混到35什么都没有啊 那里那里有吗 我是女生 我要嫁出去 我要有这些干什么 你38你也没有啊 是吧 同样的年龄 差不多的年龄 同样的 也挣不到钱了是吧 找到以前我就要求降低一点啊 找条件好的 现在也不沦落到这个地步啊 嗯 35岁的男人车房都没有 那里38岁的女人也是车房也没有吧 啊 你也没有 谁也别说谁啊 对啊 谁也别说谁啊 是吧 我是女人啊 我呢 在老家就一个老瓦房 啊 没有车没有房 然后也没有钱 在城里打工啊 都是租房子住的 那算了吧 咦 你要求不是降了吗 还 你老家连房子都没有 就一个花房啊 是吧 还得我们两个一起努力呢 哦 我38岁了 我怎么努力啊 你不是降要求了吗 降也不能降成这个样子吧 降成 你再不降成这个样子 你真嫁不住 如果像我这样你都能接受的话 那我也是勉强的接受而已的 勉强的娶你而已的 就你这样老婆都找不到 我还勉强的接受 啊 你这样 老家连网就个瓦房 谁要嫁给你啊 我们俩在奋斗奋斗的话 也可以 盖个平房的 我都38岁了啊 跟你再生个小孩 到时候我恢复又恢复不好 又没有什么钱 房子住都没有 你要求不是降低了吗 你一直打平啊 你如果不一直打平的话 到时候还是没有的 你指望别人给你的话是没有的 但是你这个也太差了吧 最基本上 最基本的得有个房子啊 有啊 怎么会没有房子呢 是吧 我说呢 那瓦房就是房子啊 可是那是瓦房啊 对就是瓦房 那也是房子 那也可以住人啊 是吧 会漏雨的啊 漏雨呢 下雨的话就漏一点而已了 是吧 能行的话就处一处呗 不然你年纪再上去 连一个小孩都要不了了 现在你跟我将就呢 我也将就居女 还能生个小孩 是吧 先试试吧 先试试 什么叫 能行的话就直接出了 然后马上生个小孩了 不然生不了了 你 行吧 行啊 那OK啊 直接领证了 婚姻 都不办了 这个 怎么 酒席都不办了啊 马上领证马上又小孩了 那也对 该有的都有吧 哎呀 婚礼就随便办一个就行了 那我不是白活了吗 什么叫白活 你再挑 就是你真的是找不到人了 就算找到也生不到了 是吧 连婚礼都没有啊 我要知道以前 我就随便找个一般的就算了 但是你现在 来说这些有什么用 是吧 你现在做这些没用了 那行吧 那走吧 先去城里领个证 走吧 嗯 走